I want to take you to a place not very far from here 蓝洁英去世一天 目前的身后事依旧还没有着落 真的是很可怜了 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蓝洁英的死亡细节 据了解 蓝洁英是在自己出租屋死亡 但是死亡地点更是在出租屋的厕所内 这是蓝洁英的影迷在维他积极联系人 帮忙办理身后事的时候 如意透露出来的 从聊天图片中还能看到 法医已经对蓝洁英的尸体进行了鉴定 找到了死亡原因 只是因为没有联系到亲人 所以一直没有透露出来 除此之外 蓝洁英最后的遗院也被公开 据了解蓝洁英生前一直想告诉 大家其实他并没有封 还想通过拍摄《飞跃疯人运来》 告诉大家一直以来 他只是被害了 只是究竟是谁害了他 恐怕现在也无法知晓了 都知道蓝洁英生前一直深陷罗生门 这件事至今牵扯其中的人除了曾志伟 还有就是一位完全没有透露姓名的香港娱乐圈大佬 在媒体上有些人也说是唐老 i wanna take you to a place not very far from here